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灵修,就是来自希伯来书第八章,主题为新业更美。 主要的经文是第十节,这么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历的业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妹。 那这一课,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是新业的大祭司, 因为他是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圣所里面做指示, 同时也凭着更美的允许,做了我们新业的重霸。 那新业更美的意思是什么? 新业其实是比旧业更美,并且取代了旧业。 同时,在这第八章里面,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说到耶稣是新业更美的大祭司。 第二,说到主耶稣是真丈母的指示。 第三,说到主耶稣是新业更美的重霸。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第一第二节所讲的。 我们所谓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 就是我们有这位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自大的宝座右边。 第二节说到,在圣所就是真丈母里做指示。 这丈母是主所制的,不是人所制的。 那首先我们看,在这丈母里做更美的大祭司。 那这大祭司,在这真丈母里面,它完完全全是禁止的。 那么这真丈母是在哪里? 其实是在天上。 而且这真丈母是上帝所制他的, 不是由人来制他的。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其中这里的主要的一个字就是住。 这时,耶稣已经坐在自高者宝座的右边。 那已经坐在天上是表明什么呢? 表明就是, 祭司的大工作已经完毕。 现在他可以卸下,坐下来。 大祭司,目的就是属人的罪。 那属罪的工作一完毕, 那他就可以坐下来。 不像那些旧约的祭司们, 他们天天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服事。 而主耶稣是一吃锅献级, 就完全永远能够属人的罪的一份工作。 这就是这奇妙的座位, 这大祭司所做的第二。 讲到他坐在自高者宝座右边, 表明他的位分。 他是大祭司, 同时也是君王。 如今他正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 他成为我们的君王, 但这君王是掌握王权的大祭司。 哈利路亚。 还有一点我们看见的就是, 他已经坐在自高者宝座右边。 同时也表明出他的权了, 他的权柄。 既然他是与天父同坐宝座右边, 所以他是掌握王权的。 阿们。 那我们看第三大第六节。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祭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藏墓的时候, 蒙神紧接说, 你们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如今耶稣所得的质人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的更美之业的重宝, 这一页原色屏更美之允许绿的。 来到这第二点我们看到, 在这天上真正的帐幕里做指示的。 那么这秋的帐幕我们要先来了解的就是, 只不过是一个形状, 或者一个影像就是 一个形状, 但不是真体。 那这时耶稣是在这真帐幕里, 是误的。 但其中这一点, 圣经在这里特别的强调, 这帐幕不是用, 不是人用手造的。 那么这儿做大祭司, 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他以自己救赎的恩典, 使我们得以神和好。 领受了恩典, 我们就有, 就能够以神恢复关系, 让我们所有的罪都被处境, 洁净之后, 凭着神的公义, 我们能够以神和好。 然后, 又赐下圣灵来充满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与神联合成一体。 联合成一体就能够进入神的面前, 盼望将来在天上与他永远同在。 这里其实你可以从以复所述的第二章六节, 14到16节, 或者是一汉福音第15到26, 或者14到1到3, 这就是总结说到在天上做大祭司的耶稣, 他如何成就了这个赎罪的工作。 然后这真帐幕是在哪里的帐幕呢? 是在天上的。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摩西在地上所值的这个帐篷, 是造人的指示做的, 所以主耶稣并不是造着地上的样式而做的, 那这支配是他支他的, 那摩西造的是在西乃山上, 当上帝向他指示要如何一一的建造的时候, 而且是非常非常地详细的说到这一点的。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 当我们来看, 这第三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做了新业更美的宗宝, 讲到他说更美的宗宝是其实是更着业, 更杰出, 更有担保, 而这支配就是更美的宗宝, 这更美的宗宝其实是凭着两点, 就是更美的业就是新业, 和凭着更美的允许而成立的, 那更美之业是说什么呢? 这个新业呢, 保证耶稣做担保人, 他做担保人是完全可以彻底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和罪行, 因为罪行会带来惩罚, 那同时也助使人愿意过着一个不再要犯罪的生活, 而选择要过着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这业比旧业就是摩西之业呢, 更美就是这样而来的, 那凭着更美的允许立的是什么呢? 这更美的允许, 这允许就是述说到主要的重点就是真正的救赎恩典, 这个恩典所以是让我们享受不尽的,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然后中保的职责是关注到神和人至少在两方面的事, 那这中保怎么做呢? 中保我主耶稣就是要信万人来到神的私恩宝座前, 亲近上帝, 与神有一个灵交, 不管我们怎样的犯罪, 他总是在父神的面前为中保, 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同时他也把天上所有的福乐带进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基督徒过活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生活得了这些的福乐, 如同在天上的人一样, 那我们再看第七到第八节, 那前夜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夜了, 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 或者这样翻译, 所以主指前夜的窃窃说, 日子将到, 我要以以色列家和优达家另立新业,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以他们所立的业,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业, 我也不理会他们, 这里讲到第二大点就是猛月, 新业这个猛月会更美, 我们会从这个至少从第六到第九节, 新业比旧业更美在哪里, 我们先看旧业的窃窃, 旧业的窃窃, 第七节说到有瑕疵, 我们知道律法是为人好, 但是, 只是靠着律法无法救我们, 没有这个救人的能力, 律法师告诉我们如何该行善, 该怎样行, 第二, 旧业显出老百姓, 神的子民的过失, 这是第八节说到的, 显出老百姓的过错的时候, 导致神不得不责备他的百姓, 所以律法就会显入出人的罪, 上帝就会因着人的罪而指责我们, 第三, 旧业会使人远离神, 只要人不要或者不能恒心遵守神的道, 神的律法的话, 那么在神那里, 他也不会理会我们, 不理会我们, 也就是说他不承认我们是他的百姓, 那我们看新业的优点跟旧业的缺陷哪个不同, 新业是因为凭着神的允许立业的, 第二是凭着耶稣的宝学立业的, 所以耶稣就是在这新业里面成为我们的担保者, 他担保说这业永远都是有效力的, 而且这业是明刻在新的一个业, 秋业是刻在四把, 那么这新业是刻在人心里面的, 所以只要我们把神的话也牢记在新, 就会免我们不犯罪, 而且这新业只要凭着神的允许, 而且耶稣的宝水流的, 全是由神完完全全负责进行的, 甚至这一切都是有关乎于, 关于到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新业, 哈利路亚, 进入第十到十二节的时候,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以以色列家所归的也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信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记性, 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有四个我要, 那么只要讲到我要, 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旧业是非常的神圣, 那新业也是如此的神圣, 但还是最终到了最终的时候最后的时候, 你知道旧业是人一定要照着律法怎样去行, 人要呢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追求神的福分, 但是在新业并不然, 新业是神要给他的老百姓福分, 所以这里第一说到,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第二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所以他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 第三他说, 不管从最小的到最大的话呢, 他们都必认识上帝, 第一是他说我要宽恕,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所有的罪, 哈利路亚, 那么从这段经文, 知道说四处神怎样要做这些的时候, 带来这种的区别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 神真的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中, Amen,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那么神这样的跟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神有这个共享能够交流, 这是上帝要的, 所以因此让我们永不忘记, 只要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认识我主从小到大的, 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他的话, 从神那里得到这恩高的教训, 常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那么我们就相信我们会更深更深地认识他, 只要我们一直不断地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成完全的赦免, 然后就能够完完全全直接的进入神的同在当中, 常常与神相处, 所以这第八节其实是, 这四个我要的其实是非常优美的一个, Amen, 所以我们进入最后一节, 最后一节说到什么呢, 最后一节说到既说新业就以前业为旧了, 那么这一节他用了四个动词来形容旧业怎样要成为过去, 第五为旧, 就是他已经变成旧的业了, 建旧就是已经在被取代的当中, 然后讲到建衰之事上, 开始失效了, 那快归无有就是, 差不多要被取代, 那么就要消失无中影了, 那讲回这新业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他取代, 他是不旧不衰的新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位新业的宗宝, 我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这新的生命, 那么神在我们里面做工, 接近我们的时候, 盼望我们有更多的来认识神, Amen, 所以让我们凭着这更美的新业, 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如何来服侍人, 同时也要享受这新业所带来更美的福分, 来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赞美神, 主啊, 我们感谢祢是我们的大祭司, 是我们的执事, 更是我们的宗宝, 我们知道凭着祢的旨意和恩典, 使我们能够成为祢的子命, 祢是我们的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饶恕我们, 且让我们更深入的来与祢有灵骄, 在生命中切切的来认识祢, 因为我们知道主啊, 祢是唯一的宗宝, 谢谢祢愿意如此的为我们付出, 我们感恩, 我们感谢祢, 奉我主耶稣得圣的名, 祈求, Amen。